歡迎來到米高店換大本營 我是Michael 黑神話 悟空這款遊戲 由中國遊戲開發商遊戲科學開發 公司創立前 製作班大就曾經為騰訊開發了MMORPG遊戲鬥戰神 同樣以西遊記為主題 所以黑神話 悟空被視為鬥戰神的精神續作 亦是第一款在遊戲主機平台推出的單機作品 但電話媒體網站 IGN 就為這款還未推出的遊戲連回砲軍 指責遊戲科學這家公司性別歧視 先不說 IGN 不是評論遊戲 反而成為道德判官這一點是否合適 究竟他的論據是甚麼呢? 又是否事實呢? 講以下內容之前希望大家訂閱我的頻道 影片Like and Share 以及記得按這個鈴鐺 米高店換大本營需要有你的支持 這個被很多外國網友被評為更乎誹謗性言論的網頁 內容包含 IGN 各種對遊戲科學的道德指控 而這個網頁的資料來源 大部分都是來自一個中國內地名為鬥版的網站 例如創辦人馮琦 在微博的招聘文章中出現性器官或行為的描述 例如舔、撥起、下體的文章截圖 然後在2023年8月 技術美術師大偉在黑神話吳空科狼遊戲展預告片發布後 發表了可以對著蛇妖作出不雅行為的言論 以上色情笑話 女性面對的反應可能都不一樣 但嚴重情況會被視為對女性的不尊重 甚至性騷擾 這個情況就算是中國本身 在當時都惹來強烈的批評 之後這位 IGN 高級記者 亦指出遊戲科學2014年發布的短片 片中的大意就是講鬥戰神的表現不理想 團隊被解散之後的困境 員工就只能轉職 包括造成人電影演員 風化案罪犯 造夜總會小姐和捉獄服務員 這條短片本身是以黑色幽默為主軸 而且片中的元素 都是以當今社會存在的行業為主題 理解何謂幽默感的人 都會知道風化案罪犯純屬是一種 至今墮落的自嘲情節 不存在鼓勵其他人去做這件事 不過這位高級記者似乎不是這樣想 另外他亦截圖了一篇聯合創始人楊琦 在2013年發布的微博 更特意將他不需要女性玩家的反向 帶動標記出來 你證明遊戲科學這間公司 確實有性別歧視 不過這一點更加像是 IGN 黑熱誤導的手法 因為這篇文章所說的遊戲並不是黑神話悟空 而是他們在騰訊時的MMORPG鬥戰神 由於當時中國遊戲 玩家利用作善上約會的風氣非常盛核 公司利用女性玩家作為廣告工具 以吸引更多孤獨的男性玩家 根據這種現象 聯合創始人之一的楊琦就鐵文表示 他們不會用女性作為吸引男性玩家的工具 他們只是專注於製作好遊戲 這就是為何他會說不需要女玩家的反向帶動 但 IGN 就不知道是否有心作誤 被人覺得編文中所說的遊戲就是黑神話 亦沒有解釋反向帶動的含意 被人覺得遊戲科學就在進行性別歧視 而在近日一名中國網友爆料 說這個遊戲科學是因為拒絕海外政治正確團體的插手指導 還拒絕支付700萬美元的顧問費才會被歐美遊戲媒體扣帽子 這個中國網友還說 每當大作即將發行時 Sweet Baby 團隊就會要求介入開發 同時要求數百萬美元的指導費用 雖然近日 IGN 發表了黑神話 悟空測試版的遊玩心得 民眾大力讚賞遊戲本身的內容 包括流暢順滑的戰鬥節奏 各種技術運用令人驚艷的BOSS戰鬥等等 但文章尾段就加入了另一位評論者的留言聲明 李日偉就是2023年11月批評遊戲科學的贊文者Rebecca Wellington 他指遊戲科學依然未對他們的報告或言論進行任何回應或聲明 他說絕對支持試玩感想文的作者Mitro的觀點 認為黑神話悟空看起來將會是一款出色的遊戲 畫面正美、戰鬥流槍、怪物設計出色 還有一些非常有趣的BOSS戰 不過他隨後就說 但他們依然對女性發表了貶低言論 還不願意收回過去的言論 亦不願支持因為這些言論不滿而受到騷擾的女性 對於這位女記者的言論 網友就有不同意見 例如如果我在工作室 100% 就會拒絕她 煽動話題、典型的不負責任行為 還有不少網民去Twitter問到SWITCHBABY和IGN向遊戲科學索求700萬美元的顧問費 他就未有正面否定就以笑聲和拜拜帶過 有人認為這是一種不打字招反而更令人相信傳聞的真實性 當然我認為如果遊戲科學不作回應可能都是一件好事 因為會令玩家更專注於遊戲本身 如果這些負面新聞繼續炒作下去 而令人忽略遊戲本身就不值得 況且遊戲如果能夠忠於圓著的故事背景 加以發揮的話 應該很難有所謂性別歧視的問題出現 不過遊戲科學現在的市場不單止是內地 現在更加要衝出國際的話 注重一下形象都是很重要的 色情笑話就留給同熟朋友慢慢談 如果你問我對黑神話、悟空的看法 我認為玩法算是很靈活和敏捷 但我個人希望遊戲會有更多的探索元素 另外聚視手法在試玩片段來看 似乎比想像之中更好 真心希望之後的故事會有更加精彩的演出 今集就說到這裏 如果大家覺得這條片有用 記得like、share和subscribe、訂閱我的頻道 還有記得按這個鈴鐺 以便一有新片系統就可以通知大家 下次再跟大家分享更多遊戲消息 然後大家聽到了 因為字幕和字幕直播公司 接著馬尼文章